大家好 今天我来到了京都 这个呢就是现在入住的酒店 它入住时间是下午三点半 现在还不能入住 但是呢 没入住之前可以帮你免费 就是寄存这个行李 目前我对京都也不是很了解 我现在先去吃点饭 然后我来慢慢摸索一下 拍点视频给大家看 我很佩服能把车停成这样 这要来回移动很多下才停得进去 我吃那个 随便我 我吃米饭在上面那个 然后我主要喝杯啤酒 太热了 这是中午的便当 然后吃了要自己把牌子收起来 总共是1300到这里 京都这个地方感觉跟大阪 完全是两个城市 我一路坐电车过来呢 就是看到这的房子 全是那种平房基本上 就像国内那种农村的房子 但这边好像是富人区 这边不像大阪 就是大阪呢 基本上现在叫中国城 就是我这几天在大阪住呢 发现就是东北人非常多 就是在这边 可能就已经是拿到居民身份了吧 现在离入住酒店还有一个小时 酒店就在鸭川河旁边 鸭川河呢 也是京都的一个景点 它的总长度有31公里 这条河水十分清澈啊 从古代起居民已经住在河流两旁 在鸭川河等入住酒店时呢 我儿子跟两个日本当地小孩在一起玩耍 令我意外的是本地小孩打水漂 还礼让我儿子让他先打 然后他们在后面排队 这点呢让我很意外 京都的房价2020年统计数据 平均是2800万日元 就是100平方左右啊 房价最贵的地方是在他们的东山区 价格在4200万日元 据我来日本这几天啊 从大阪到京都来看 日本的旅游业是非常发达 原先我认为只有大阪这种城市人多 但没想到来到京都以后 我发现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 在京都呢 服务业占比很大啊 约占京都总产值的24%左右 这里的服务业呢 其实直接跟旅游是挂钩啊 餐饮便利店酒店的生意 都是非常的火爆 如果在7月开始啊 不提前订酒店 可能会出现订不到酒店的情况 现在我入住的酒店呢 就有很多外地的日本人来京都旅游 在日本呢 众多初中生高中生啊 选择京都作为休学旅行的目的地 京都这个城市是历史文化城市啊 相当于国内的西安 在这里呢 你能看到穿和服的年轻群旅或者老人 可以看到外地的日本人来京都烧香拜佛 来到京都啊 最好是租一辆自行车 但是呢 我的PayPay用不了 我就放弃了 我的游玩线路比较单一啊 主要是在寺庙 比如这个八板神社 这个地方是京都最受敬仰的宗教场所之一 热切的信徒潮水般涌来 接受福祉 祈求好运 据说八板神社深受那些祈求 美丽和财富人的青睐 如果是晚上来这里啊 这里的灯笼也是一道风景 另外一个寺庙叫做道建和大社 这个宗教场所所求的是农业丰收 生意兴隆 交通安全 也是京都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啊 这个宗教场所外观 其实跟八板神社差不多 如果说不是信徒呢 可能对这些地方兴趣不大啊 我个人来说感兴趣的呢 就是这里的人文 简单说呢 其实也就是看一下热闹 离开宗教场所后呢 我又来到了花建小路 我才开始以为这个叫花建小路啊 最后我仔细查了是叫花建小路 在前往的路上发现一个本地活动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活动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啊 花建小路呢 在日语里的意思叫做赏花 不过这里是没有任何花内啊 而是旧石古城的风月之地 花建小路由北到南长约一公里啊 当你穿过车水马龙的四条通 踏进石板铺气而成的花建小路 就能看见一间间门面精巧 挡有垂帘的茶屋啊 居酒屋等 由于我来花建小路的时间是歌舞纪上班的时间啊 路上偶尔还能看的一些准备去工作的歌舞纪 从花建小路回到酒店呢 又走到了鸭川河 晚上是人山人海啊 可以说走路都困难 以上呢就是我个人理解 比较肤浅的一些京都内容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